当作副屏啦 可以再听一次咯 是当时讲的超级直的 自动变成思维导徒 放在大腿上使用 这还要低难咯 自己的模板啊 预料之外 目前用iPad Pro 已经用了三年了 我常在思考 这个一万左右的设备 到底值不值呢 今天就和大家总结一下 有了iPad之后 生活变得更高效的七个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屏幕扩展 前一段时间写录文的时候 用它用的最多 就是带它去图书馆 然后把它当作 我电脑的第二个屏幕 就是当作副屏啦 iPad有个随行功能 所以可以把它变成 屏幕的一个延伸 可以WiFi连接 或者直接USB-C连接都可以 当时图书馆 我怎么也连不上那个WiFi 就是直接用线连的 西方写论文 就是要参考 巨多巨多的文献嘛 同时还要一个 一边写一边搜索的窗口 有时候要查一些同意词 反正很多很多的窗口 不同的窗口 切换来切换去 就是挺花时间的 然后找东西没那么方便 所以我更喜欢开着多个窗口 都开着 就要写起来更高效 然后这个iPad呢 多一个屏幕 查看这个Marginal里的文献 真的非常非常爽 那像我偶尔去旅游的时候 剪辑呢 也会用iPad来做一个副屏 对习惯大屏幕工作的我 MacBook加iPad搭配起来 真的非常香 第二点就是做课堂笔记啦 MacBook的话呢 就只能打字 但是iPad的话 写笔记会比较丰富多样一点 至少你可以打字 又可以写字 而且写字还可以直接 把它转换成文字 用iPad之后呢 平时上课状态 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用手写的方式 去记课堂笔记 虽然记下来的内容 会比打字少一些 但是会强迫我的大脑 去思考和消化老师的内容 然后去精选一些关键词写下来 所以可以提高 我当时一个专注力 而且我用的Notability 它是有一个录音功能的嘛 所以有时候 如果我前期的手写笔记 没有记得那么详细的话 我复习的时候 可以再听一次 老师当时讲的课堂内容 课堂里有不懂的单词呢 也可以直接用笔按一下去查询 整体而言 用iPad做上课笔记 是比较快乐而且高效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 它的携带呢 也会比MacBook更方便一些 下一点不得不提的 就是复习背诵啦 万年安利 还是MarginNote 虽然开始学的时候 真的觉得非常复杂 但是超级值的 MarginNote真的太适合 课本阅读和复习文献了 可以画高光 自动变成四维导图 也可以在PDF上图图画画 或者增加一些内容的补充 这个四维导图的框框呢 也可以自己选不一样的颜色的 所以我会根据它的重要程度啊 或者种类 进行不同颜色的一个分配 比如B考点呢 我就会用红色来标记 那复习的时候 就优先先把这些复习好了 灰色就是辅助内容 我就会把这些 留到复习的最后再查看 打开重点模式呢 就可以画一些关键词 然后在你点开回应模式的时候呢 这个APP会自动把它屏蔽掉 大家有做过那种 flash card复习卡片吗 就是一边写那个单词 一边写那个定义 然后每次复习的时候 整理起来就花非常多的时间 但是用了marginal之后 它里面都包含这些内容 就不用再进行二次整理了 我觉得真的方便和高效超级多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偷懒的技巧 就是有时候复习到晚上 已经什么都塞不进脑子了 就是什么都读不下去了 这时候我会打开marginal的speech模式 然后让它自己去读 我这个思维导图 那我就可以躺在沙发上 或者躺在床上 去听一下这些内容 也算是换了一个方式去复习 那有一些课程内容呢 不需要复习的这么详细 那我就会用procreate 来去做一些思维导图 然后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笔 后期打印出来复习呢 也是非常方便 虽然复习这件事很苦啊 但是iPad让它整个过程 就是多了许多的快乐 第四点呢 就是替代纸质媒体了 现在我的iPad 几乎完全替代了我的纸质媒件 平时需要打印标注啊 签字的文件呢 我都会直接在iPad上查看和签 iPad还同时替代了我的纸质阅读 平时出门想看看书的时候呢 就不用专门带着一本书出门 就轻便了很多啊 而且电子阅读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在图书或者Kindle App里面 直接查看所有的荧光标注 这样想要做一些读书笔记和总结 都非常方便 平时看书呢 我都是习惯这样竖着用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 就是可以这样竖着放的一个支架 但是最近在用的Moft这款iPad支架 就可以做到 Moft支架的特点呢 是可以配合妙控键盘使用 随时可以切换成不一样的角度 它一共有六个不同的角度可以使用 然后它可以横着当屏幕的副屏 也可以竖着用来阅读 或者和室友一起刷抖音 它这个在用的面积比较小 平时桌面不够位置用的时候呢 这个小支架就让桌面更宽敞了 它是通过一个影词片固定的 它是柔软的 而且可以反复的贴 我已经换了几次位置了 现在放在这 是因为这样架着 架的比较高 我比较喜欢这样用 它这个影词片 有点像MagSafe的吸持功能 什么时候想用 抠上去就好了 很方便 这个支架也是很薄的 平时想要去公园或住馆 可以直接把它吸附在 妙控键盘上一起携带 超方便 所以也是增加了 我iPad使用的一个效率了 下一点就是碎片化时间的利用了 因为iPad它更容易 就是直接拿出来 然后放在大腿上使用嘛 所以我平时在等侧 或者做公交的时候 都会拿出来 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比如我平时放学的时候 我就会在公交那里 整理一下我的课堂笔记 或者看一下 我今天的一些Vlog素材 如果一定要看书看视频的时候呢 也没有像看手机那么容易阴测 因为我每次上下课 路程上的时间会比较长嘛 iPad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 去利用这些碎片化时间 但是这个也比较看交通环境了 如果想在广州的高峰期的时候 去拿出一个iPad 这很要地难咯 下一个我很喜欢用iPad的一个高效点 就是用iPad来做手帐 平时做手帐就是拿出本子 然后拿出一堆的文具 甚至我还试过会拿水彩笔来进行涂鸦 然后打印凭借各种各样的图片呢 去做一些贴纸 然后还要考虑一下它尺寸合不合适哦 但是在iPad上的话呢 就是软件加上这一支笔 就可以实现以上的所有操作 我在iPad上一般是用GoodNotes和Procreate 去做手帐的 那Procreate里面就可以选各种各样 无线的笔去做你想要的贴纸 然后GoodNotes里就可以导入 我自己的模板啊 然后加入我的图片啊 增加不一样的文字啊 然后重新修改都非常方便 虽然传统的手帐也有它独特的魅力 毕竟我是有很多手帐本的人 但是电子的话呢 也有不一样的乐趣 而且比较便捷 比较省钱 如果有时候想去咖啡厅做手帐啊 或者就是想随便涂涂压压一些东西 用iPad真的非常爽 那除了做手帐 任何图片类的这种收集整理 也是非常方便的 像摄影里经常会有一些Moodboard 就有点像这样的 有一个怎样的一个主题啊 然后有怎样的氛围啊 有一些怎样的元素 在iPad上做也非常方便 包括装修家具啊 都是iPad可以用上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棒 最后一点呢 就算在我的预料之外 就是做饭更高效 因为我本身呢 就不太是下厨得了 所以每次做饭的时候 我都会认真仔细地 看这个教程怎么做 毕竟在国外的话 出去吃还是比较贵的 所以能自己做 偶尔自己做一下 然后我之前都是用手机看菜谱的嘛 但是因为它字比较小 就算架在那儿我也经常会拿起来看 然后因为在做东西嘛 那个手有点油油的什么 就把手机可弄张 我会有点洁癖 又有点心疼 而且有时候就是在等烧水的时候 我可能会看一下信息啊 或者看一下网上的其他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我继续煮的时候 又要切换回那个窗口 虽然这个iPad 其实只是把它架在那儿 放着菜谱的这么一个样子啊 但是真的让做菜非常简单 因为我拿着手机 我瞄一眼我就知道 OK下一步要干什么 或者我在看视频的时候 我也点起来会比较方便 就不用整个东西拿起来嘛 就不会弄着 所以也是算意外一个收获 用iPad看菜谱 非常爽 非常高效 就因为这样呢 出国做饭也get了 这就是iPad提高 我生活的主要起点了 那大家觉得自己买的这个iPad香吗 如果大家的iPad呢 有什么独特的高效啊 或者使用方法 也可以在弹幕里 或者评论里和我分享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